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2月14日 星期三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首先說說 話說有兩位港人大罵台灣非香港的航班 據報當中有人自稱聖母 又罵蔡英文為何不親自接待他 怪怪的 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和各位一起說說 好 另邊商有傳 渣打拒報考慮分拆一些業務 或者會引致裁員 是怎樣的消息呢 若渣打也有機會裁員 也是一個非常差的警號 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亦說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話 話說上水有一對夫婦 拒報竟然因為爭執有人消床單 是怎樣的情況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 抗進瑜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抗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AM730的報導 兩位港人大罵台灣非香港航班被驅逐 自稱姓武和 再罵蔡英文為何不親自接待 報導的內文提到了 台灣傳媒報導大年初三 2月12日下午一格從桃園機場 飛往香港航班 有一男一女香港旅客突然情緒不穩 在飛機上大吵大鬧 其間自稱是天主姓武馬利亞更加罵台灣領導人蔡英文不親自接待 他們最終被台方的航警帶走 導致班機延伍近兩小時 當中這一格的香港快運航空UO107班機 原定在星期一下午2時3從桃園飛往香港機場 台方航警在下午3時接報 機上有旅客情緒異常 航空公司要求協助 經調查後 有一對同行中年男女情緒出現異常 機長因為擔心飛航安全表明拒載 但兩人拒絕下機 經多次溝通勸說仍無效後 由航警強制帶來機艙 最後航班延估至下午4時才出發 由於航空公司沒有提告 航警最終是放他們走 目擊者說該名女子上機過後 一直以各樣理由找空中服務員麻煩 一開始那個婦人在機上大叫 她覺得空姐弄固她 然後把她的行李拿走 應該那個人是說廣東話的 期間這個女人亦聲稱自己是天主聖母馬尼亞 蔡英文竟然敢不親自接待她等等的語句 再用廣東話大吵大鬧 網傳影片這對攝氏男女的行為引發不滿 有其他女客以廣東話大叫拉她下去 空笑回應我們不可以拉她沒有粗魯的行為 女客就說不可以阻礙傳機人 空笑就說我們正在處理當中 影片及後顯示攝氏的男子遭到素人 從這個座位上拉走 說攝氏的女子旁邊用普通話質問 你們是不是男人來的 影片當中看到有人用普通話說 小心點不要被她受傷 女子離開時就用廣東話重複說 你們一定受到天顯的說 以上來自AM730的報道 最新的網絡頁說 兩位港人在台灣的航機上大鬧 最終被航警驅逐離開機艙 據報當中女子不斷自稱聖母馬尼亞 大鬧蔡英文沒有接待她 被拉走時痛罵在場的人 就說一定受到天顯的說 事件影真離奇 也未知這對男女最後何時回到香港 另外也轉到另一些消息 根據AM730的報道 渣打據報考慮分拆投行和商業銀行的業務 或者會引致裁員 報導幾下問題 外電引述知情人士報道 渣打集團正在評估各種重組銀行的營業方案 包括分拆投資銀行業務 還有商業銀行業務 重組或者會引致裁員行動 渣打股價現步57.2%跌了0.8% 報導說分拆業務是渣打行政總裁 渣托斯為提高集團回報的最新潛在措施考慮 但只是研究當中其中幾個可能性之一 而且尚未作出最後決定 報導又說近年渣打受到內訪 相關的不良貸款增加影響 導致撥備增加和回報效果 而集團最近幾季一直採取措施 目標是在2024年年底 將有型股本的回報率提高到11%以上 以上來自AM730的報導 據報有傳渣打或有機會裁員 因為要分拆投行和商業銀行業務 當中和內訪內地的房產業務相關的不良貸款增加也有關 不過只是消息 未得到渣打的正面回應 未知情況 不過若渣渣打真的這樣裁員 對銀行業界和經濟來說 都是相當差的警號 另外亦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上水夫婦生意問題真執 喝醉的丈夫燒床單被泡 驚動鄰居報警 報導的內容提到 上水發生縱火案 日前2月13日晚上11時多 39歲姓女的男子 在圍於新峰路28號的家裡情緒激動 並懷疑燃燒床單被泡 驚動鄰居報警 她的姓角36歲的妻子和鄰居其後將火救息 消息說姓女的男子和妻子 早前曾經因為經營生意的問題發生爭執 警方和私房接報到場 經調查過後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 姓女的男子涉嫌縱火被捕 她情緒激動 清醒被送往北區醫院 據了解男事主身上有酒氣 事件當中無人受傷無需疏散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喊吵吵吵吵突然有人消床單 結果相關男子情緒激動被捕兼送丸 據報是兩夫妻 因為生意問題而爭執 另外亦提及這宗熱話 HK01報道 認真尷尬內地女子來到香港旅遊坐電車 不小心做了兩件事崩潰後悔 就說又替這個大陸人丟臉 報道幾內文提到這位內地女子在小紅書椅 在香港好像又被大陸人丟臉 真的很尷尬為提法鐵文 講述在香港搭公共交通工具崩潰的經理 他抑述當日坐電車的時間 站於車尾看風景 留意到旁邊的座位有一位6至7歲的小女孩 暗字讚嘆過女子一個人很勇敢 後來才發現自己應該想錯了 事主表示電車過了幾個站後 他見到小女孩要起床 於是立即上前坐下 就說坐下的時間他還慶幸 不過後來就慘了 事關電車再過兩個站後 他見到小女孩坐在他的斜對面 並反白眼 才發現尷尬的真相 就說他當時整個人都懵了 他腦袋也不懂得想 一直在想為何那個女孩沒有下車 以及為何會衝著他來反白眼 然後他見到他和身邊一個站著的大人交談 這位小紅書的女子下車才反應過 原來當時的女孩正在和那個大人換位 但這位小紅書的女子又不知道 於是乎坐了他的位 除了被誤會搶位坐外 事主亦被誤以為故意插隊 他本身習慣了公共交通工具月台很長 方便車輛同時停站 就說有時候有幾部車一起來就會一起停 所以很少有明確的排隊位置 所以他等車的時間 看完站牌就習慣站在旁邊 然後才發現很尷尬 原來是有地方排隊 自己也看不到 變相就插隊 鐵文印尼網友的熱烈討論 大部分人都安慰事主 勸他無需自責 就說你又不算是故意 沒有必要要自責 亦都說我覺得沒甚麼 第一個不是故意 第二個就是有空位就去坐 也很正常地說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都是小事一中 這位內地女子把經歷寫上帽 兼且有自責之心 這個都已經很重要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